12月29日讯,日本女女女星广莫良子离婚后,惨遭黑道前夫刚泽高红连累,导致近年人气下滑,工作量锐减。 如今传出,她为了挽救演艺生涯,愿意在电影中全裸露凶演出,与男主角将有不少爱抚床战画面,想和美艳女星山本才等前辈一样大胆转型旧事业。 据日本Asashi艺能报道,广莫良子接拍电影《练七夜》,在片中摆脱清纯形象,上演激情床战,微求能拍出逼真镜头,甚至主动表示愿意露点演出。 据悉,以往她虽然也有拍过床戏,但总是点到为止,这次她大胆解放,届时将有柔胸、爱抚身体等火辣演出。 事实上,广莫良子先前就传出手上握有多部情色电影的剧本,都是描述人妻出轨与不同男人之间的爱情和姓氏,还有被中年大叔用手铐靠住,双眼蒙住玩SM的过激场面,据形容是欲望都市的日剧版,引起外界极大瞩目。